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便利的交通也能带动城市本身的发展 今天要说一座即将迎来第12座火车站的城市 预计2023年建成 它不是一线大城市 而是南京 这座城市是十分有名的 而且是我国的古都之一 它是东部地区的核心城市 也是国内交通要道 城市面积6587.02平方公里 人口800万以上 是一个规模很大的城市 南京位于东部中心 长江下游 因此自古以来 这座城市就十分富庶 而且这里还是重要的节点城市 航运物流中心 国内交通要道 因此这里是国家风和交通的枢纽 当地的公路总长达612.973公里 密度居国内第一 南京是连接国内 华北、华中和华东等地的要道 因此境内主要火车站多达11座 目前第12座火车站也在规划中 即南京北站 这个车站选指浦口区 规模暂定12台24线 此车站将于今年建造 2023年建成通车 车站面积约37.6万平方米 衔接18个铁路 辐射7个方向 预计2023年运客量达764万人 并且逐年递增 通往火车站的交通也便利 至少有4条轻轨线可以到达 可见南京虽然没有进入一线城市名单 但交通绝对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小伙伴们 认为这个火车站能给南京带来什么呢 好啦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 加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 以及关注哦 我们在学质上的方向 就像一个召集sem